而8号上午11点左右 新城乡台九线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66岁五姓富人骑乘机车外出 仪式没有注意后方车况 直接左转切进内侧车道 当场被执行货车给迎面撞上 导致头部重创 腿部骨折 生意之后还是宣告不知 富人行驶在外线车道上骑得好好的 却突然往内切 刚好后方一辆货车经过闪避不及 直接撞上 富人连人带车喷飞滑行数公尺 当场陷入昏迷 当我注意到他 他还凝在我的车头 他是打横的这样 对他是直接这样 横向 撞上人的驾驶身衣战斗惊魂未定 看他挡风玻璃上撞破一个大窟窿 就可以知道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遭中的机车更惨 座椅直接分离 安全帽挡风镜碎裂 富人头部受到重创 失去呼吸心跳 事发在8号早上10点多花莲星星路 一名66岁五姓富人 原本骑在最外侧车道 突然要左转 但明明前方就有带转区 他去疑似没打方向灯 就往内线切 甚至最后几乎转成横的 挡住内侧通行 害得后方36岁理性货车驾驶 闪避不及 直接高速撞上 导致富人弹飞好几公尺远 送医后急救无效 还是身亡 因为这属于中大创伤的案件 那TP上车支援之后呢 我们开车大概因为开了五分钟 患者就有扣马转为Oka 失去呼吸心跳 经调查双方都没有酒驾 详细肇事责任 还有待警方后续调查理清 只是富人一时疏忽 未遵守交通法规 最终导致车祸不幸身亡 售后再多的罚单 都换不回富人的性命 记者王静怡 徐立琴花莲报道 演出 次准备 阶 队 队